玉里这两名青年学抖音动作当街挑衅炸鸡店员工的朋友 双方爆发激烈口角 田姓青年不满当晚就火同了 古姓男子持空气枪朝店内开枪之后逃逸 所幸当时店内人潮不多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警方随时请动了阴眼茶器 不到一个小时就把两名嫌犯给逮捕到案 获报后到场的警方第一时间立刻封锁现场进行调查收证 玉里镇光复路上这家炸鸡店居然遭人开枪破坏 根据警方了解19岁的田姓男子 4号当天向店内员工的朋友做出挑衅动作 引爆双方激烈口角冲突 事后田姓男子相当不满 居然火同25岁的古姓男子开车 当街用空气枪朝店里开枪后逃逸 所幸当时人潮不多 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警方获报后为了避免双方二度冲突 立即启动阴眼小组并集结优势警力查气 不到一个小时就将两名嫌犯逮捕到案 并起出作案用的空气枪一把 经过利益相关的激震 于一小时内既带回两名嫌疑人 即取回犯罪工具空气枪一把 塑胶档碗三颗 经出塞没有杀伤力 那本局绝不容许暴力事件发生 对于事例案件将会积极来办理 严正执法 并对知识分子足以建党防治再犯 经过征讯后警方依恐吓 毁损等罪嫌将两名知识分子移送法犯 记者石玉兰预理采访报道